密码搜查诈骗集团的大本营 是高雄一间豪华招待所 吧台客座 墙上有名贵的公仔装饰 还有落地记面墙 让园警得伸手推推看 是否有暗门 再往里头找到了大水烛箱的房间 整面墙的水烛箱 这是诈骗集团首脑的办公室 还供奉了一尊神明 旁边发现两道密码所的门打不开 破门器出动 好不容易破门 里头有监看荧幕 可以掌握外面的动态 另外一间也破门进入 是办公室影印机等作业区 诈骗集团如此豪华 两名园警当军师是关键原因 兄弟党弟弟成姓男子是车手头 他的哥哥是警察 提供资料教诈骗集团如何躲避 还当介绍人介绍了红信侦察座 红信侦察座以自己的办案背景提供协助 跟诈骗集团合作 两名园警抽成4%到5% 诈骗集团有了两尊警察门绳守着 被害人骗及全台 受害金额更高达一亿三千多万 云林检方查阔现金九千多万 以及市价五千多万元的虚拟货币 全案侦察终结 两名园警丢进了警戒的颜面 已经被免职处分 全案一诈骑 卸钱防治 灭证 泄密等多项罪名 总共起诉33人 TBS新闻张崇敏 红彩龙 吴淑平 云林高雄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